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音频自媒体 那最近有朋友问我 我们要不要也做一做音频的自媒体啊 包括有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Clubhouse 是不是 那音频自媒体呢 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是不是所有做视频的人都可以去做音频自媒体 音频自媒体又适合什么样的内容去创业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我是咔咔的老吴 在影片开始之前还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多多支持 在这里每周都会给你带来最及时的视频营销干货内容 既然我们说音频自媒体呢 那不得不说音频自媒体的祖师爷就是广播 在我们的父辈那年啊 那时候父辈那一代还没有电视 那父辈很多人都是听着广播长大的 我父亲给我讲他小的时候就是左邻右舍很多的人 围在一起一起去听那个女排夺冠的这个广播 让他印象特别的深刻 那我其实我也是说有一定年纪嘛 那我小的时候对广播的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们那时候在东北 东北最冷的冬天的时候 过年那几天打车 我一边听到那个雨刮气在前面 嘎吱嘎吱嘎吱 刮着这个下下来的鹅毛大雪 一边听这个广播里边去再播有一点点泛黄的小段子 随着这个司机哈哈大笑 然后我就在副驾驶这样就等着 然后时不时这个车还有一点飘移 这是我小时候对广播最深刻的印象 虽然听广播的人啊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听广播的人越来越少了 也出现了很多新兴的音频自媒体的APP 但是呢 其实本质上来说 逻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啊 那从做音频自媒体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先看有什么样的平台 是我们可以来做音频自媒体的 首先从国内呢 有喜马拉雅 对吧 还有青天FM 然后呢 其实严格上来说啊 我认为国内的这个繁登 繁登读书 像得道 就罗真语的得道 这种听书的APP 这种学习的APP 理论上来说都算是音频自媒体 那像国外比较火的平台呢 有苹果的这个podcast 有谷歌的 有spotify的 现在呢 我知道喜马拉雅也出了国际版 那未来有可能会上线 他们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平台 还有前段时间比较火的clubhouse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真是一个邀请马难求 那国内国外 其实有这么多的音频自媒体的平台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说到音频自媒体本身 我最开始对音频自媒体真的是有我的一些成见和这个一个比较错误的误解吧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有一个投资人想要做一个音频的平台 还想跟我合作 然后被我给婉拒了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 现在是一个视频的时代 为什么要去开倒车要回去做音频呢 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没有想通这个逻辑 我就没有去和那个投资人合作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带儿子出去长途旅行 他坐在这个车里呢 因为时间特别长 我们单程要一个半小时 因为时间长了又是小朋友吧 他很无聊 而且呢 他最近又有点近视 他所以我们平时呢 是很严格控制他的屏幕时间的 于是呢 我就给他下了一个这个喜马拉雅 因为我们在海外嘛 所以就给他下了一个喜马拉雅的国际版给他听 然后呢 就这么来回的三个小时 就听他的后排这个哈哈大笑 就没有停止过 然后完全都不会来去 来去影响到我开车 所以我当时的这个职业病的缘故 我第一次发现哦原来音频自媒体真的是有他一块独特的战场和独特的市场的 所以从那时候起不光是改变了我对音频自媒体的看法 也改变了我们家这个小朋友每天听音频的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固定的要听半个小时音频的故事 那今天呢 既然聊到了音频行业 我们就不得不和大家推荐一下喜马拉雅国际版啊 喜马拉雅这个app了 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对推荐东西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除非是我真的自己用过而且喜欢的 那喜马拉雅国际版呢就是这样一个值得被推荐的优秀的产品啊 喜马拉雅国际版上面呢不仅有八万多本有声书 而且还有非常多有趣的课程 我自己经常在通勤的时候 比如说等电梯的时候啊 或者说坐地铁的时候 经常会拿出来听一听 我记得我自己听过的第一套喜马拉雅国际版上的课程就是 李旦的效果文化出的是叫李旦池子的幽默工具箱 当然现在池子已经远去了哈 那个时候听的时候呢我真是觉得哇他们很厉害 他们把怎么样做脱口秀这样一件事情居然从技术层面和逻辑层面剖析的这么清楚 然后对我后来做这么死板的节目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哈 说到对我帮助最大的其实是一年半以前 当我自己的人生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最低谷的时候 虚度了36年的时光 我第一次认真的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以前固有的那个认知认为对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对 那个时候我每天半夜一边在大海边跑步 一边听喜马拉雅上面费勇老师的佛学修行课的时候 你知道黑夜的大海其实是很可怕的 那个黑漆漆的一片 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 但是你什么都看不见 你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要被那个无尽的深渊 无尽的黑暗去吞没了一样 就是在那种心境下 然后听了费勇老师的很多的佛学的讲解 就好像在整个黑夜里突然亮起了一盏明灯 也真的给了我非常多的力量 那除了有很多好的课程作品之外呢 喜马拉雅国际版对我这个奶爸其实真的是一个福音啊 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啊 像我儿子最喜欢听的什么米小圈上学记啊 对吧 不管是睡觉前还是长途旅行的时候 他都可以拿出来听 而且不伤眼睛 这点真的是特别好 所以全家老小真的是都可以去听一听啊 非常感谢喜马拉雅对这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现在喜马拉雅国际版又提供给咱们频道的观众 每位朋友14天的免费大会员的试听机会啊 大家可以去这个影片描述栏我的专属链接去领取这个福利 也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听一听我推荐给大家的几本书 可以趁这个机会感受一下音频F的魅力 而且在免费期之内 其实你如果真的是不习惯听音频的话 你随时都是可以取消的哈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说音频自媒体创业哈 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呢叫王凯 他也是通过喜马拉雅一点点成功的 最开始呢 他是其实是每天要给他的孩子讲睡前故事 然后他就想哎 我讲故事讲一个人也是讲 讲100个人也是讲对吧 他索性就把这个故事呢录下来放到了喜马拉雅上 后来没想到慢慢他就火了 然后他就创业成功了 做了凯书讲故事 这是我们一个组的同事啊 是一个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 还有我们他另外一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同事啊 就是凡灯老师 他的名气呢 可能比王凯老师的名气要更大一些啊 后来也是做了凡灯的读书 这个音频平台一点点创业成功 做了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事业 还有罗振宇啊 从一开始的逻辑思维 做到了后来的这个得到APP 这个通过音频来创业成功的人 其实真的是不在少数 我后来好好的体会了一下 音频真的是有他独特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呢 就是他不需要耽误我们手头上正在做的事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不需要动脑子的事的时候 比如说开车 对吧 比如说刷碗 比如说奔砖 比如说运动 这些场景都是非常好的使用音频的场景 我记得我家的大理 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多年的一个传统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定时就是要打开广播听新闻 为什么是听新闻而不是看新闻呢 就是因为他们早上起来可能要忙活早饭呀 要洗脸刷牙呀等等等等的事情 而听新闻是不需要耽误手头上的事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你要做事情 同时还想听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这个是音频自媒体 它一个独特的一块战场 第二个音频自媒体独特的优势就是说 音频的输入不会让我们的人感到特别的疲惫 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个小时的书或者是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剧 真的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挺累的 但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去听两个小时的歌或者是听两个小时的故事 其实并不会让我们觉得很累 这是因为音频的输入对于我们人体的功耗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可以长时间的去输入 这是第二个我认为音频特别独特的优势 那么说了这么多音频的优势和创业的案例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通过音频来创业呢 首先第一个类目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读书类的 像凡登读书像得到都是属于一开始读书起家的 第二个类目我觉得特别适合的就是一些故事类的频道 比如说像是凯书讲故事或者说其他读书的频道 甚至我觉得可能老高小默这种频道 他的内容直接把音频生成一下直接放到喜马拉雅上 可能都是可以变成直接现成的故事内容了 第三块我觉得比较适合的就是历史类的 比如说像袁腾飞啊 他的内容其实就非常适合做成音频来放在音频的自媒体上 第四类呢就是文化类的 文化类其实包含很广啊 可能是这个诗词啊 可能是旅行啊 可能是这种人文啊 对不对 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客户 他就是做旅行频道的 他是一个这个美国常青藤的博士啊 非常厉害 他最开始给我合作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一个他的旅行地图 你能想象吗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地图插满了 密密码码的插满了他旅行的足迹 我当时看到了真的是觉得 哇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就特别特别厉害 所以当他去跟我合作之前呢 他是有做音频自媒体的 也同时有做Facebook 后来我们在一起又一起做了YouTube的频道 所以我觉得旅行和文化也是一块 特别适合做音频自媒体的 然后最后一个特别特别适合音频自媒体的 可能是一些课程啊 因为现在特别特别的人会通过音频的课程来实现变现 那比如说有一些关于我看过的 比如说像李淡初的那个脱口秀的课程 比如说像费勇老师出的那个修行课的课程 还有一些对于经典的解读的课程 我之前有听过很多很多 那么这些课程既可以做成内容 同时又可以作为一个商品来进行这个销售啊 上面我提到的这些大的类目 我觉得都是很适合做音频的自媒体 甚至可以考虑用音频自媒体来作为主阵地 来去做推广的和宣发的哈 那么除了这些特别特别适合音频自媒体的一些内容 对于可能更多的这种内容创造者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内容创作者 或者其他类型的节目 到底应不应该做音频自媒体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矩阵式的做 什么叫矩阵式的做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之前我们差不多在两年前 我们和一个国内特别优秀的一个 算是媒体界的大佬啊 不是自媒体界 是媒体界的大佬 当时一起合作要做一档节目 那当时我们请到了一个这个 国内的一个流量当红的一个流量明星 来澳洲去做主持人 然后整个的这个推广的这种战略 全都是这个大佬自己进行设计的和外联的 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学到很多 我给大家分享一点内部的一些经验哈 那这位大佬到底是怎么样设计 他的这个综艺节目的一个营销的 或者一个宣发的整体的一个方案呢 首先从明星的角度啊 明星就是流量嘛 他请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顶流 真的是顶流 后来呢 这个当然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后来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这个明星啊 出了一点问题 我们一会儿会聊的啊 那么除了这个明星呢 他选择了还选择了视频嘛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档综艺节目 那视频的平台呢 他当时是选择了一个爱奇艺的平台 他是跟爱奇艺是有官方的合作 他爱奇艺是直接会给我们的这个综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位啊 那除了视频的平台 还有这种啊 媒体的平台 那媒体的平台 比如说微博的热搜 他已经提前订阅了好多的位置 然后还有微博也有要给他一些重要的资源位 然后除了这种视频平台和媒体平台呢 他还会配套做一些展会 那不光是在澳洲本地会有展会 他在国内也会开巡展 甚至在国外 在世界全世界范围都会去做相关的这个巡展 然后还有最后一块就是音频 这个音频当时当我看到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真的是一下子就被震撼到了 就我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居然也可以做音频的输出 他当时是特意为音频设计了一个小的环节 就是让这个顶级的流量明星 每天晚上都会在深夜的时候录一段音频 来聊一聊他当天的感受和一个体会 所以他当时也是跟国内的喜马拉雅的平台 去要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内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大佬 他是怎么样去立体的去宣发和设计 整个他的这个IP的一个宣发的一个矩阵的 如果说你也想做一个自己的IP 不管是我们做个人媒体也好 或是自媒体也好 新媒体也好 我们应该如何的立体的设计 我们自己这个IP的推广和宣发的矩阵 当然了后来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前期的时候 这个策划啊 这个团队都已经建好了 但是当我们要拍的时候 两个事情阻挡了我们 一个是当时疫情发起来了 第二就是这个艺人呢 因为某些不良的事情 然后来被被封杀了 所以后来这个节目 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成型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那么当你在推自己的IP的时候 首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的这个IP是不是也适合做音频的自媒体 如果说我们可以去考虑 把音频自媒体作为主战场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它来创业 或者说如果我们的IP 可能并不适合拿音频作为主战场 是不是我们可以在我们创作的过程中 单独的为音频这一块 因为音频的流量 确实是有它独特的市场的 我们是不是在设计 我们的IP的推广方案的时候 可以专门为音频这一块 来单独的去制作一些什么内容 好希望可以这样 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啊 好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多多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 如果说你关于音频自媒体有任何想要交流的 也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回答大家的每一条留言 好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每周给你带来视频营销干货的咔咔的老乌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